新動大未來幫您找錢來 Granpo您好 我是主持人岸小婉 最近台灣都在封股市 一家企業能不能賺錢呢 毛利率是一項重要的觀察指標 百年企業如何能讓毛利成長三倍呢 在新竹有一家百年歷史的玻璃工廠 長期以來毛利率一直固定在7%左右 但是在十多年前金融海嘯 公司業績不但一落千丈 資產負債比還超過了七成以上 後來二代接班 就必須要去面對這樣的困境 而這家公司的二代 廖冠傑他曾經是華爾街金童 也擔任過IBM的顧問 當家族的危機變成了自己的事情 他選擇離開國際金融舞台 為家族企業來找活路 第一步他讓產業自動化 打破了傳統只重視生產的商業模式 他非常重視的是最前端的設計 跟最末端的包裝出貨 再整合中下游所有的服務 果然成功打入了國外市場 讓毛利從7%成長到了21% 年營收上看51台幣 快速射出注入模具 高溫液體瞬間形成一個個發著橘紅色光芒的玻璃瓶 這裡是全國最大日用玻璃廠的產線 從食品到燈具 全部28條產線能夠產出超過2300種各式玻璃製品 十多年前影響全球的金融海嘯 讓玻璃廠業績明顯下滑 資產負債比超過六成以上 要是找不到浴火重生契機 傳承百年的家族事業 有可能就此沒落 廖冠傑過去曾是美國華爾街金銅 後來還擔任過IBM顧問工作 再加上超過190公分的身形 不論走到哪兒都是高人一等 只是面對家族事業的經營危機 除了接班考量 他也想要挑戰自己 於是8年前離開國際金融舞台 希望能替傳統玻璃產業找到全新出路 因為我們本來的市場已經飽和了 本來的商品量又萎縮了 我認為要接觸到新的客戶 從B2B的商業模式 變成B2C的商業模式 回到台灣 接觸財務報表後才發現 現實情況比想像中嚴峻 因為玻璃產業不同於其他行業 想要節省支出減少產量難度太高 玻璃工廠的搖爐360天都不能停 如果一停搖的話 每年的損失金額是達到8億台幣左右 同時家族事業體系過於傳統 幾乎沒有任何數位建制 所有改造必須從頭做起 已經成立大概88年的 都沒有一個自己的專有網站 那時候我跟公司申請了8000塊台幣 去大陸找到一個第三方公司 做了一個唯一的 那時候華夏玻璃的 第一個官方網站 利用自身製造基礎 結合不同生活概念 像是推出行酒瓶設計 從對岸電商開始的B2C自由品牌 第一年就創造4000萬台幣業績 高峰時期更是寫下4億台幣的無收記錄 終於讓暗淡的前景增添發光機會 像這一類的藍色小藥瓶 這種酒類的藥瓶商品 在我們家已經做了30年以上的歷史 那帶我回來接班的時候 其實市場已經開始在萎縮 所以我一回來的第一步 是先開創新的商品 靠新商品打天下 關聯到產線製程 甚至原料配方都要做對應調整 接班一年多 廖冠傑發現要在最短時間內 讓企業脫胎換股 需要更多助力 我發現他的兩班很多白頭髮 那時候我心裡就是一個震驚 那就是說你才大我兩三歲 怎麼一回家裡接班就累成這個樣子 動之以情 成功讓弟弟放棄在日本的工作 回家裡幫忙 好 謝謝 謝謝 很多傳產它所需要的是勞力密集 我們的想法就是能夠有一個透明的工廠 也是現在數位轉型一直在追求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決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所謂的自動化 這個主要是要解決大量的人力 來應付少量多樣化的那種生產模式 哥哥廖冠傑在美國專攻金融財物 弟弟廖維傑在日本學習產線管理 開始共同打聽後 兩人先去原料產地 從頭掌握玻璃產業 含鐵量越高的砂 它的顏色就越紅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的含鐵量其實算是蠻高的 那以玻璃來講的話 我們的原料不能含鐵量這麼高 海運的櫃子啊 目前來講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都蠻吃緊的 我們來討論一下 再發現澳洲原料可能會因為海運而延宕 廖冠傑提前佈局 聯繫其他國家供應商 將進貨量拉高到往常兩倍 順利應付因為疫情而帶來的迴外訂單 喂 你好 啊 啊 はい はい そうです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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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ですか 優達さん 啊 そうですね 巨量訂單再加上新品項以倍數增加 產線升級成為轉型重要項目 如果我們直接跟海外 就國外一個公司 買了機器的話 大概成本大概會貴 大概50到100% 成本考量 廖家兄弟決定以本土技術為主 除了要將包裝自動化 就連傳統產線 檢查瑕疵的品管部分 他們也利用重新設計過的照相檢查機 取代部分人力 打造出具有模組化功能的全新產線 因為我們的尺寸要求還蠻多 因為也是少量多樣化 所以這台機器是我們2016年的位置去開發 然後這是台灣 這是算是最早能夠折各種大小 形狀和尺寸的紙箱成型機 完成後端自動化設備 結合電商以及百年品牌雙重訂單 廖家玻璃事業 終於拿下轉型後的漂亮成績單 毛利從將近90年來沒有突破過的7% 大幅提升至14% 整體營收上看40億台幣 能在一個月之內 就可以把他們所有事情都完成 一個月之內完成對不對 至於下一階段 廖冠傑選擇從不同商業模式出發 針對客戶訂單 提供從設計到生產 包裝 一條龍式打包服務 藉由多樣化服務 再次拉高毛利空間 希望能從目前的14% 上看未來目標21% J.P. Morgan的時候 我看到說這種全方位的 Solution的服務 是國外當初最流行的服務模式 當我開始在建立 Total Packaging Solution 就是一條龍的服務專案的時候 我們開始接觸到了歐美新的客戶 新概念引進新商機 就像老舊廠區 在三四代共同合作下 展現出繽紛的全新活力 百年本土產業要跳出傳統 重新定義玻璃工業的現代價值 而如果我們要講到台灣的驕傲 水果一定是其中的一項了 今天來看看我們台灣的水蜜桃 各大產區加起來 台灣一年可以生產2萬噸的水蜜桃 但是其中有6000噸的刺激品 因為賣相不佳而被農民丟棄 或是當成堆肥 如何把這些別人不要的果子 回收再利用呢 接下來的主角來看看他了 洪瑞宏 他曾經在Lala身上擔任替代役 一直以來他也注意到水蜜桃 被丟棄的問題 於是他把這些別人不要的果子 通通買了回去 化身成為肺果研發師 接下來掀起了一場水蜜桃革命 為這些插人一等的水蜜桃 翻轉新價值 直驅深入離山頂上來到海拔1800公尺 空氣瀰漫著誘人火香 而在這香氣之中 卻醞釀著一股水蜜桃革命 穿越陡蔥的坡地 進入農友陳明咸的水蜜桃果園 八十年次的洪瑞宏 目光不再邁向半分的頂級鮮果 而是轉而拾起那些同樣好吃 卻略有瑕疵的刺激品 那這最後一批狀況怎麼樣 這黃金桃是最後一批 之前下雨的話 可能可能是要到三分之一左右 剪刀伸進去裡面 這樣子 對對對 雨農友討教仔細看查 結果的狀況 而這些鮮嫩欲滴的黃金桃 接近採收階段 卻接連碰上大雨 讓今年的損傷率 一口氣提升到三成 像這個 這一顆就是水傷 這是比較嚴重 比較輕微 它有點半透明 像旁邊這個 這就是比較輕微 對比鮮果用的一級品 這些外皮些微損傷 內裡卻同樣 香甜可口的水蜜桃 因為賣上不佳 過去直接被農民視為 無價值產出的廢棄物 這一種有點水傷 這個不行有沒有 裡面有點生股了 你要算它的經濟成本效益 你下去加工回來的東西 你覺得販售利潤不OK 有些農友會覺得麻煩 沒有那個利潤 他乾脆就直接倒掉 根據農委會統計 各大產區加起來 一年收穫大約有2萬噸的水蜜桃 但保守估計 卻有高達6000噸的刺激品被丟棄 以水蜜桃來說 若是隨意氣質在果園裡頭 沒有妥善處理 不僅成為病蟲害的溫床 而這些被病菌污染的水蜜桃化成堆肥 裡頭的病菌也跟著被果樹吸收 直接影響到來年收成造成惡性循環 鮮果是A貨 那我們格外品有些人是廢棄物 有些是稀貨等等的 那其實在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產業裡面 是每一個層段都要有負責的廠商去處理 剛好在離山或者是說在高山水果這一塊 這個是很缺乏的 因此洪瑞宏試著接起產業的 失落一環收購刺激品進行加工 為廢果重新找回身價 然後這是新產品 這等一下給你們吃 就是沒有添加什麼徵酬劑的果醬 單純就是用水蜜桃流程 然後還有糖去做 拿出各式水蜜桃的加工品 這是洪瑞宏在2015年創業以來 試著為這些格外品創造的 附加價值 我們在做水蜜桃的時候 我們大概前後問了 有沒有20間 應該反正就是很多間太空廠了 因為我們收的是那種熟度可能8分以上 就下去可能會因為過熟 然後會有一些就是黑點產生的 那種它就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在跟時間賽跑 那長得比較醜的話 它的處理方式也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收來的水蜜桃熟度較高 得在氧化爛掉之前處理完畢 加上得額外為損傷的部位 去無存精 光是加工製作就可具難度 製成率大約也只有三成 我們到現在成本都還不低的原因 就是損耗 因為這東西是損耗 然後我們不能因為說 我們收的是刺激品 所以它狀況不好 我們買這個客人 我們的處理方式 其實跟鮮果要求是差不多的 我們一樣是取就是比較 只是取那種鮮果等級的肉來用 定著龐大壓力 但洪瑞宏沒有放棄 因為過去他曾在拉拉山上的復興鄉 擔任替代役 接觸到當地水蜜桃農友 讓他起心動念 想要為土地貢獻力量 卻一路遭到質疑 大片的有 然後也是更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小朋友一下就不行了 他們就覺得就是 一時興起一廂情願 然後可能遇到挫折就會放棄 但是當他們到了第三年 看到我還出現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 好啦 那如果你都這樣子了 我可以跟你合作一下 阿拉山蜜桃清好囉 趁著當季時宜 在茶飲中配上台灣水蜜桃 共出獨特味道 洪瑞宏打通產業脈絡 除了加工廢果 也在市場上找到利用價值 像我們之前沒有跟黃先生開始合作 我們都是自己備料 自己切 自己切完在籠桶或籠桶 時間成本跟能力成本 其實比現在還要再高 像他不只有提供我們水蜜桃 他可能也有提供一些果汁 像百香果汁或者是檸檬汁 對 那也都是很真實的水果去炸出來 用新鮮果肉取代進口罐頭 洪瑞宏不斷摸索 接入全新利基點 用X1等的水蜜桃 為果農創造 再利用雙棉 甚至說我們還有 是把它那個果核磨成粉 然後試著去做化妝品 那其實都有嘗試 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會被拒絕 然後知道哪些產業 其實他們不太喜歡用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都是並進的 在前面的那兩三年的時間 其實就是加工 然後農油 然後同時也開發 然後到了近兩年 就是近三年 然後我們就是狀況算比較穩定了之後 專心的決想說我們要怎麼樣供貨 一路跌跌撞撞 直到2019年確定產品路線 鎖定鮮果原料加工市場 成功建立廢果的商業模式 所以其實我們有大概花兩年的時間 在市場不斷地跑 對 對 對 然後我們也很慶幸就是說 其實這東西是 它不是沒有人用 它只是還沒有人找得到方法去用它而已 打造鮮果加工品牌 化身為鮮果研發師 協助果農解決廢果危機 把豆渣轉化成為小分子蛋白 豆渣就這麼搖身一變 可以做成功能性飼料 價格馬上翻了10倍以上 將豆子煮沸準備進行研磨 而這流淌而出的香濃豆漿 加上其他豆製品 台灣每一年產出多達125萬噸的豆渣 不知何所用 這個豆渣出廣的時候它就會很熱 今天的豆渣就比較乾 然後稍微有一點乳酸菌 很乳酸的味道了 抓起一把豆渣 細細解說它是陽青山 能化福手為神奇點渣成精 台灣一年有125萬噸 豬跟牛大概一年吃掉了大概30萬噸 那剩下的加進100萬噸都是做肥料 收購這些被市場淘汰的豆渣 陽青山要將廢土變黃金 變化農費當中的殘餘營養成分 無費再造 重新定義價值 把回收而來的黃豆渣倒入雞台之中 加入這個神秘配方 再來回轉動 讓這些材料可以均勻和合 這個豆渣的品質好壞 會影響到我們後端成品的規格 像是PG值 它已經偏酸性的時候 我們會經過一些酸鹼的調和 讓它達到維生物最好的狀態 進行發酵 而這能變廢微寶的關鍵 就藏在這巨大的統潮裡頭 我們那個是我們菌液的 液態發酵的地方 對 那是我們總菌在發酵的源頭 擴大培養 我們的菌液是先從實驗室的小的培養液 接著進行放大到這個200公升的 液態發酵草裡面做一個擴大培養的階段 那擴大培養之後呢 我們就會直接進到我們的固態發酵草裡面 做混蛋 原來他們利用微生物工程 也就是發酵 將黃豆渣轉換 提取當中的小分子蛋白 做成功能性蛋白質原料 專攻畜牧飼料市場 我們一開始在研發的基段 也是會經歷過被雜菌污染的過程 那像我們這個豆渣的話 它因為營養豐富 所以其實很多 不只一種微生物會在上面生長 那像是黴菌也很喜歡在上面生長 將這些黃豆殘渣看作臥土 培養菌種再利頭生根 並且還得嚴格控制 汰除壞菌 才能讓整個發酵過程順利進行 它如果有被污染的話 它表面會有五顏六色顏色這樣 我們污染的這個菌篩選出來之後 然後經過基因定序得知 它是哪一種菌株之後 我們會特定用它的菌株的特性 來做它的防範措施這樣 透過顯微鏡觀察各種菌種變化 由於特性不同 研究人員得根據不同的食物殘渣 找出適合的菌種來因采失菌 那以豆渣來講的話 它的菌的特質 它就是可以把原來的豆類的 這種蛋白質的東西 或是它原本磁房酸跟碳水化合物的部分 然後可以透過一個菌的發酵跟代謝 變成有像是一些小分子的像生態 或是比較容易吸收的成分 利用生物碰撞和生物激化的技術 進行固態發掃 透過微生物的轉化 利用這些代謝成分 藉此將豆渣高質化 豆渣這個開發的農業副產物為例 那我們利用複合式的一個菌種的固態發酵 所以我們的豆渣不需要經過特別的處理 它就可以直接的發酵 產生我們預期的一個生理活性 因此除了豆渣之外 其他農食副產物像是綠豆殼 咖啡渣還有茶渣 都能利用它們的技術再造 做成其他產品 大概我們可以把它20幾% 拉高到將近40幾% 當然也有配方的處理 但是最重要是 微生物的發酵過程裡面 它產生了很多很好的代謝產物 比如說它把蛋白質分解得更細 讓動物可以更好地吸收 而以黃豆渣乾來說 殘餘價值原本所剩無幾 但是透過它們的發酵技術 做成功能性飼料 產出的價值能夠直接提升10倍 突破一個新的思維 就是把循環經濟跟全財利用的思維 應用進來 那必須要有一個更前瞻的看法跟想法 尤其是現在面臨到 未來要探中和的一個未來趨勢 如果在這個領域沒有事先布局的話 那未來就會被這個領域來淹沒 14年前提騰布局打入循環經濟脈絡 楊青山起初是飼料貿易商 後來卻被收回代理權 因此轉身投入食物殘渣的再應用 花了好幾年時間才成功將技術成熟化 希望能夠為台灣60萬噸的農食廢棄物 那創造能夠超過60億以上的營業額 將來甚至能夠把台灣的技術跟台灣的經驗 然後可以copy到東南亞 開發農食廢棄物結合獨特的發酵製程 為市場解決後顧之憂 串聯食品畜牧還有生技產業 成功在廢土中絕金 再來看到台灣的朋友非常喜歡養寵物 資色會還調查了台灣網友最喜歡 飼養哪些寵物呢 前三名出爐了 其中以養狗狗的人數最高達到了67% 但出乎意料的排名第二多的不是貓咪 而是水族世界的魚 有高達33%的網友飼養 而貓咪則是敬陪第三名 而四族每個月花多少錢在毛孩子身上 花多少的預算 其中有45%的人花費了1000到2999元 兩成七的人大概平均花費在3000到4900左右 也有一成二的人每個月會花費到5000塊以上 另外有72%以上的四族 他們最喜歡什麼呢 最青睞的是科技類的產品 包括了智慧型的衛食器 還有智慧相圈 以及這個智慧寵物攝影機等等 智慧飲水機還有智慧便盆 台灣的寵物商機看起來是真的很大的 而台灣有四族也因為家中毛孩子嚴重過敏 自己變成研發者 因為他用過市面上的寵物清潔產品 發現幾乎都是香味掩蓋臭味 所以他決定自己開發 現在他的產品行銷到全球40多個國家 淳水配上特製粉末透過儀器攪拌均勻 再進一步檢測PH值微生物測定 才能走向下一步走 白色瓶罐排排站 整漆畫衣向前景 紅外線感應兩側進行充填作業 鎖瓶蓋人機協作雙重把關 再利用電磁感應原理 濾波摩擦升溫讓瓶蓋封口 緊接著貼標瓶剪封膜一條龍生產 這一罐罐寵物除臭噴霧一年能賣出40萬瓶 因為看看毛小孩跟孩子們玩在一團 打成一片猛度破表 這是家中常見的場景 現代人和寶貝家中寵物 常與我們日常生活融為一體 一字沙發共用甚至同床共枕 但是寵物的體味或便利味道 卻是非常惱人 它做久的其實會有味道 我們大概表面都會把它封鎖 不管是狗狗做過的椅墊 平常踩它的地板 便利後的尿布都得一一清潔除臭 或是用小貓兒玩耍的跳台 即便寵物靜距離接觸也可以 因為這寵物清潔劑屬於無香精 盡可能使用天然調料所製成 因為我們住公寓要遛狗的話 其實要經過電梯再往下 其實它只要一進電梯 都會被鄰居抗議 市面上沒有真正的除臭用品 大概那時候比較多的都是香味類的 例如薰衣草香精 甚至是明星花露水 大家其實是用香味來蓋住臭味 但是當你蓋久了之後 當下覺得嗯 香香香沒有問題 但是接下來沒多久之後 它就會產生出第N種奇怪的味道 前14年次的薩琳娜 骨子裡有滿滿的愛狗魂 武專時期領養一隻古代牧羊犬 但是狗兒嚴重皮膚過敏味道特別重 用片市面上的清潔用品 發現大部分都只用香味掩蓋臭味 無實質的效用 更可能讓過敏狀況加劇 為了愛狀讓他決定自己研發 土法煉鋼我們比較土 我們就是做好的產品 然後使用之後 因為我們 因為大部分的研究報告裡面 他們用的是化學類的商品 就例如它對氨這個元素是有用的 它對甲醛這個元素是有用的 上網找文獻 更請理工背景朋友協助 花半年調除臭配方 不靠香精鴨味道 而是力求真正分解 除了自家愛權使用 身旁朋友也一同試用給意見 口碑行銷逐漸向外推廣 我記得我那時候想要在網路上賣東西的時候 我媽還說我講 沒人在網路買東西的 那時候的年代是這樣子 大家都其實是實體店面買 將近20年前網路熱潮剛崛起 網派成了他銷售平台 事業體逐步擴大 受到商機他決定專職經營 原本只想解決自家寵物問題 意外成了事業起點 因為毛孩商機龐大逐年攀升 根據寵物雜誌調查 全貓平均每月花費為1800塊左右 而財政部統計 截至2020年底 寵物相關產業已達7207家 銷售兒首度突破300億 跟2010年相比 10年來增加了72.3% 其中販賣寵物周邊商品的店家 佔比更超過5成 而夏琳娜就是緊抓這塊大餅 我好傻好天真 當時的售價調整了整整一倍 對 那這個其實就是為了要能夠滿足每一個通路 那也因為這樣子我大概有一年的時間是 是處在於沒有辦法銷售的一個狀況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接受 同樣的商品它漲幅了一倍 想提升能見度打進連鎖通路 似乎是必經之戰 但受到成本 利潤 營銷等考量一度重挫 熬了一年終於做出成績 事業野心更拓展至全球化 那天還寄一個Coco Island 可可島 可可島在我印象中因為我有在潛水 那不是個潛水的地方那邊有養狗 冰島 冰島那麼冷需要有這些東西嗎 瞄準中國 每年寵物商機高達兩兆 2020年他們加入阿里巴巴平台 正式打國際杯 商品外銷到瑞典 英國 澳洲等40多國 也能根據各國信仰 風俗民行做客製化 這樣子讓商品裡面有個手機去做一個環境 東南亞客人 它這個對於水果香 像百香果啦 或者是像柚子皮 它對這種水果香它就很喜歡 鞏固本業 品項更需多元化 產品觸角延伸更有突破性發展 因為我們的商品其實很簡單 就是除尿味 那因為有一些便利的問題 那我們的商品本身對付便利就功效蠻好的 對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原來我們有安養院 商品受重原本是家中的毛小孩 最意外被安養中心特效般嚮重 用以處理年長者孩子的便利問題 相關領域拓展成了過化的藍圖 寵物的排泄物裡面呢 它味道重其實跟它吃進去的東西 其實是有關係的 對 那所以我們會希望透過吃進去的東西裡面 我們加一些獨特的菌種 跟那個生物科技的東西 讓是不是有機會讓排泄物的味道也降低 專注於寵物領域穩扎穩打 從清潔用品進一步挑戰食品 在未知領域學習中不斷茁壯 一顆愛寵物的心成了一身之夜 香琳娜樂在其中 要繼續在毛小孩的世界打天下 好 接下來關注的這個話題跟疫情相關 台灣現在正在跟疫情賽跑 一旦接下來真的有機會解封的話 餐飲業開放內用 部分餐飲集團也要大規模爭才 現在已經有些企業搶先起跑了 其中看到像是麥當勞要招募一千五百個人 而摩斯漢堡也徵才一千個人 另外逐間餐飲集團 今年將突破三百家店面 也要徵求五百個員工 而鼎泰豐也要找儲備人才 除了大舉的徵才之外 許多業者要擴點 像是王品集團 還有響兵餐飲跟馬辣 豆腐餐飲他們都鎖定了台北 為主要的一個擴點商圈 要開新店 而葬壽司鎖定在台中 要開新店面 而漢堡王這次首度要到宜蘭去插旗 那剛剛說到的竹間集團 即將前往的是中南部來大舉擴電 這些都顯示餐飲業將解封後的商機 已經在摩拳擦掌了 但是說到這些餐飲集團或是一些餐飲業者 只要開餐廳就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要清洗大量碗盤 台灣有個農家子弟叫廖品源 他看證了這洗碗商機 研發相關設備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 終於研發出了一種洗碗機 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清洗一萬兩千個碗 甚至他還把設備 賣進紅海台積電 解決員工用餐的問題 年營業額上看兩億台幣 亮晃晃的火焰逼出食材香氣 炭烤是很多人心中最佳的料理手法 但滿足口腹之慾後 如何收拾善後 常讓人煞費苦心 在清洗過程當中 這兩個是黏著物最高的 而且最難洗 這個手中這個叫做烤網 大家都知道它已經焦炭了 那我們有辦法把這一個 變成自動化的一個清洗的設備 那清洗出來就是整個都是乾淨的 盯著原型機運作 配合手冊 仔細檢測轉動過程 它不是工程師 只有高工學歷 廠裡面的每項產品 連長度超過30公尺 一小時能洗一萬兩千個碗的洗碗機 全都參與設計 白手起家花了20年時間 打造出國內最大洗碗機企業 小時候根本我連上幼稚園都沒有上過 到高工的時候 我是讀裝工補校半工半讀的方式 而我對很多的事物是都非常好奇心 包括腳踏車我都會自己去 小時候玩的那種非常小台的都會自己去修理 廖品源的學歷不驚人 但靠著從小養成的學習習慣 28歲自己出來創業 目前每天清洗完的餐具總量 疊起來比101還要高 會想要生產自動洗碗機 其實是逛百貨公司時無意間發現的商機 因為當時國內根本沒有自製產品 全部都是進口貨 價格昂貴 但餐後洗碗又幾乎是每個家庭成員 最想逃避的責任 有需求就有商機 於是廖品源決定從零開始 要把製造洗碗機當成畢生目標 你們所看得到的一個餐飲的餐具 我們通通是可以洗的 有日式的 有港式的 有中式的 就像我們有一些佛跳牆 那包括非常大的 非常小的 我們都集中在這一台設備 其實當初的一個造價 就會變成我大概是 差不多2.5倍的一個價格 我們是從最大型的洗碗機先找手 那時候賣價我大概記得 大概是在180萬左右 原以為有了強大的功能做後盾 MIT就可以打破國來品行情獨佔熬頭 沒想到台灣製造在當年並不吃香 新設計只能以失敗作收 賠錢買經驗 廖品源終於了解到 產品設計不能閉門造居 於是發動全公司員工走出辦公室 當時手頭上將近300位客戶 地台式逐一拜訪 仔細聆聽客戶的需求 淘汰一機多用的刻板設計 改將功能模組化 每一款都是客製化 終於找到國產品定位 成功切入洗滴市場 客戶一直拿非常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來給我們做清洗 我舉個例子就像隱形眼鏡 大家在製成上面的脆盤 它是很薄的一個東西 那耐高溫只有60度 那你在清洗會亂飛 再來要烘乾會融化 烘乾的時候是靠我們整個的風刀強壓 把水乾掉 清洗的速度效率 再來人力的一個付出 再來就是它可以馬上洗 就可以馬上循環使用 這綜合實力來講的話 我們是做到世界第一 花了20年的努力 不只在本土獲得肯定 針對洗碗機用水問題 料品員也提出簡決之道 讓國外大廠 開始對台灣技術刮目相看 水要排到地上的 我們把熱能再回收回來 用水量是少 所以整體來講 比歐美的一個節能 大概可以減少20% 那比大陸或韓國的設備來講 節能大概67% 台灣來說 大概一個月節省萬把塊 根據潮流趨勢 改良硬體設備 是站尾洗碗機市場的必要基礎 但若是想要有兩億年營收 盡力空間超過四成的賺錢能力 就要有不一樣的商業模式 廖品員率先提出 長租駐點模式 把環保餐具操作員 以及自動洗碗機 三項一體打包服務 這些就是我們已經處理好的餐具 把洗滴工廠搬到企業內部 大幅減輕管理壓力 立刻獲得台積電 鴻海 友達等大廠青睞 堅持消費導向的經營理念 終於讓廖品員從失敗為基 成功佔上台灣洗碗機市場的龍頭地位 呼籲它的一個品質跟做法 那這樣子我們才會比較OK一點 不只搶工企業市場 環保意識抬頭 民眾隨身攜帶環保餐具 司空見慣 但畢竟會碰到不方便的時候 看準消費者潛在需求 廖品員把租車業行之多年的 假地界以地還做法 套進回收餐具市場 預計正式上路後 能夠提供企業全新的獲利空間 你在這一個商圈裡面 就像咖啡廳啊 或者是飲料店啊 超商 前面都會有一個投地桶 你把它投地進去 這裡面是滿有晶片的 它就會把你的押金退還給你 讓整個供應鏈是 沒有任何的一個改變 而去節省我們每一年 所耗掉的幾億的一個杯子 從企業跨足消費市場 從商用洗滌 進均環保需求 善用差異化創造商機 洗碗也能出頭天 歡迎回來新動大未來節目現場 藝術品是見證文化傳承的重要資產 如何才能維護古物 來對抗歲月的侵蝕呢 藝術修復師在其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群修復師隱身在幕後 成為另類藝術家 常常也會在修復藝術品或是檢查的過程當中 挖掘出不為人知的秘密 人類最早的畫作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 而在文藝復興後17世紀末 繪畫作品開始成為人們追求的收藏物件 這幅17世紀荷蘭藝術家楊斯汀的作品 《拜訪相見律師》 進入著三百多年前當時社會的生活型態 但就像真實生活中充滿不可預料 楊斯汀訴說的故事不能只看表面 他在拜訪相見律師畫作裡暗藏人性話題 只是幾百年來無人看穿 直到科技介入藝術修復 才讓秘密重見天日 修復其實不是創作 二十世紀開始修復變得比較學科化 像畫作左邊原本是位抱著肌回頭觀望的人 透過現代科技X射線分析儀器 顏料底下這位門編人最初的身影 其實是望著門準備離去 是走還是流 是心滿意足還是心有殘念 楊斯汀留下的想像空間 三百多年後的藝術修復師 終於讓他真實呈現在世人眼前 藝術家他腦袋會一直變 所以他的作畫過程 他不一定會百分之百的 依照他的底稿去作畫 這個會協助我們在藝術史上 做風格判斷 因為風格判斷也是修復 必須要去了解的一個部分 揭開畫作底下暗藏的秘密 不只讓藝術品表達出 更深層的人文價值 同時也能幫助後世判斷畫作真偽 但眼見為憑 有圖真的就有真相嗎 科技化的藝術修復 常在還原色彩過程中 讓人體會到 看見的都是一個視角不是真相 紫外線可以做一個表面 初步的判斷 因為不同的材質 經過紫外線這樣激發 它有不同的能量產生 造成我們的肉眼可能會看到 不同的顏色 像這幅諾曼蒂的農舍 是19世紀法國藝術家 求了杜培的作品 正常光線下右側樹木暗沉 常被人解讀為黃昏或風雨過後 但透過儀器分析後發現 200年前 圓畫的樹木是鮮豔的黃綠色 是要呈現風光明媚的景緻 只是經過時間輕時後 顏料失去了光彩 才會讓後世誤解了原創的真實理念 當我們要開始在做修復工作之前 了解這個作品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不會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思 去做一些圖改或者是填補 所以這時候透過一些儀器的檢測 的輔助是非常重要的 吳偉安 奇美博物館修復師 專攻畫作畫框以及雕像修復 從市場需求面來說 國內每年有數以萬計的藝術品出現 從整理 翻新再到破損處理 全靠專業技術 但一位合格修復師 至少需要十年時間培養 藝術品修復師在台灣 屬於稀有專業人才 雕像的清潔上有時候不是這麼簡單 它一塊髒污我洗了就洗掉了 它就乾淨了 不是說我用一半的力氣 或者是把容積調成50% 就可以做出一半的效果 會從事修復工作 源自於對藝術的堅持 因為小時候所展現出的藝術天分 並沒有讓父母同意 大學也往這方面發展 於是偷偷報考藝術科系 堅持要走自己的路 博物館都沒有這樣子的人才 那台灣都沒有這方面的人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不管博物館 或者是一些收藏家 都很需要這樣子的 不同於吳偉安 同樣身為修復師的李文元 在大學之前 根本沒想過會從事這個行業 但或許是因為演員父親 及會計母親的關係 兩人一個理性 一個感性的生活態度 從小就影響自己 李文元準備念大學時發現 藝術修復科系 需要精準分析與浪漫情懷 於是決定一頭 載入這個特殊領域 我們是需要保持很客觀理性 去分析它現在是什麼狀態 那這個就會牽涉到物理化學 鈦其實是20世紀才發現的元素嘛 那所以太白也是20世紀才被使用 在藝術家的顏料上 它其實是非常理性的學科 它是藝術跟科學的結合 就比如說這個材料學 色彩學 攝影怎麼做 甚至是物理化學 這些其實都是 才是更重要的東西 檢測儀器也會用到 輻射類的儀器 每一台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都是需要很嚴格規範 我們都要去授訓 藝術品是文明的結晶 新科技延續了生命力 結合理性與感性 現代修復師用雙手 重現歷史經典 另外來看到台灣的氣候潮濕 家家戶戶最怕遇上的是 漏水的問題 或是遇到漏水糾紛 有時候找到了水電師傅 卻又漫天寒假 東蛙西蛙 根本找不到問題在哪裡 有企業用高科技儀器化身成水管醫生 你家裡的水電有任何問題 找上他們 他們可以隔空聽診 幫你對症下藥 高科技的儀器一次排開 平均價格超過萬元 專業團隊出征 要當你家的水管醫生 一般人家遇到漏水 馬上修修就好了對不對 那直接把它開挖 醫生用這個我肚子痛 就是我先開看看 就看這邊是不是有什麼腫瘤 還是有潰瘍 假如那個病人就問醫生說 假如開了假如沒有 沒有我就再往下開 漏水是家家戶戶 最怕碰到的大魔王 就像看醫生抵對症下藥一樣 比起治療診斷更重要 用在我們抓漏的部分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們要知道是說 這邊的它這個腎漏水 它到底是管線呢 它的結構是冷水 熱水 排水 還是糞管 還是公共槓管的部分 教學人問題所在 高科技氣派上用場 一部拿出紅外線熱顯像儀 它這樣路線在接過來的時候呢 地板那邊它就接在牆壁 看到沒有 那如果你真的怕 沒有辦法確定的話 那我們就是可以就是用那個 擺脫過去的悄悄打打 不破壞就能隔空看診找問題 用紅外線熱顯像儀沿著牆壁仔細掃描 人水熱水管線無所遁形 你看有保護板有沒有用 因為還是看得到 用水管專屬的X光機 整體掃描一圈 再來拿出聽診工具 即一步抓出漏水源頭 你的左右耳的部分 它的是不是是不是有聲音 它這邊有一個邊接器 你按住之後 你才可以聽到聲音 都確認好之後 然後開始就聽診 戴上隔音耳機 接好手中的探測儀 就像醫生用聽診器一樣 循著管線緩緩移動 用聽的找出漏水病音 隔著牆還不夠精準 我們還可以替水管照衛鏡 我們再把這個鏡頭 譬如說我們放在管道建設人間 這個跟照衛鏡的概念是一樣的 我們這樣讓你很清楚的了解 你看到這個排水罐管裡面 它有沒有螺絲的磚孔的破洞 有裂縫 有些人他喜歡在家裡裝潢 他這些螺絲 釘子 把這個排管磚破 鏡頭一亮 深進貫穿建築物的水管裡頭 就向照衛鏡沿著管壁走 不管是五層樓甚至十層樓以上 任何破損都逃不過攝影機的眼睛 工家單位那種很大面積或是工廠 一定要用這一台 那個區塊都是查銀 就是銀的材質 鐵的材質 這是金的材質 就像黃金一樣 最後還有大絕招 用金屬探測雷達 讓管線不在捉迷藏 正確地掃描鋼筋定位 但作為水管醫生 碰過的奇特案例還真不少 一個大富民人的這個家 它的頂樓打造像什麼呢 像那個北京的那個遺和園 那個被燒掉的那個遺和 哇 好漂亮對不對 對 你知道嗎 上面很漂亮 可是每次移到下雨的時候 毛毛雨每次 可是雨很大的時候 那它的天花板就開始滲漏了 他在頂樓種的那些龍樹 跟松樹 跟樟樹的 龍樹跟樟樹的那些樹根 已經從他家的那個客廳的 客廳跟餐廳的天花板 鑽下來了 好大的樹根 然後只要一下 就從那個樹根開始滴水下來 就是其實可以買一間房子 等價格 對 等價格 儘管一次收入高 但背負的辛苦也成正比 爬高空梯子 吊掛外牆 窝在小空間西本城 依照危險程度 每個案子收費萬元到百萬不等 但創業初期 沒生意上門 稍前速度快到讓他們 只可以吃泡麵度日 前面有大概四到五個月了 金貝真的快花完了 像我們最早的時候 就剛才我們有講過 最早的時候 吃過吃泡麵就算了 可沒錢吃泡麵是什麼 吃那個王子麵 王子麵配開水 沒錢行修 只好土髮煉綱 跟太太兩人 直接去菜市場 身上掛著宣傳看板 化身人體招牌 直接行修 想要客人上門來 得無懼路人 異樣眼光 公車它有一個慣性 如果你沒有招手的話 他是不會特別去停 很理解嗎 我覺得內向到什麼樣 公車來 你知道嗎 我連舉手的勇氣都沒有 內向的人我會用大的轉變 因為其實就只有一個原因了 你就是要活下去 當你想要活下去的時候 你什麼都辦得到 不只個性大轉變 也替自己帶來商機 從日新900的打工仔 成了年營收千萬企業老闆 翻轉抓漏水電工的刻板印象 化身水管醫生 精準把賣 臺灣未來的新動力 等著我們繼續發掘 新動大未來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院小婉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